磨磨叽叽这点事 我跟你说媳妇 这个项目呢 你老公一定能拿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年底都差钱 所以说呢 这个酒店要是没有我的注资 那就快黄了 我再说说你 那你买不着头等仓 你就给你老公买个火车票啊 我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 我过来的 嘎嘎嘎嘎嘎的 整理到现在我 我看谁我都得了 什么话我说什么 说嘚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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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ir 抱歉 本酒店是五星级无烟酒店禁止时间 请您配合 thank you sir Sorry, sir. Thank you. 煙怎么抽出一股薄荷味呢? 哎呀,余总,我在你们酒店大堂呢,改咖啡店见面了。 啊,啊,怎么找您?啊,找北,北,找北。啊,看见了,看见了,大玻璃球的。 哎呀,你十分钟之后到啊,那我马上我就过去。 哎呀,不用点,点什么点呢?点为拿铁得了,香草味的超大北,半袋奶,半袋糖。 没啥要求,要热的。 啊,好嘞,你先去买卖糖。 四,您打完电话了,跟您说个事。 哎,你等会儿,这有事。 四,有个事,必须跟您说清楚。 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 四,您不能出去。 咋的?外头有危险吗? 不是,四,有个事,必须跟您说清楚。 不是,你知道我是谁不? 我就是你们余总的贵宾。 来着就是找到残买卖来了。 所以说呢,你别再耽误我时间了。 我咖啡我都凉了。 四,咖啡凉了可以热。 我知道您是我们余总的贵宾。 按理来说您是我们的上帝。 您给上帝打电话。 不是,刚才上帝给您打电话。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四,我想说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您在大厅里抽烟, 然后我跟你说,四,请您配合。 您还记得吗? 然后呢,你置之不换, 然后你继续抽烟。 我就在后面上帮着去处理这个烟雾,对吧? 您还记得吗? 这个时候呢,您电话响了。 然后接电话同时, 你这烟就掉在地上, 你的脚就从我的手上踏过。 这时候你去门口找北, 又在大玻璃球里面点了一个超大香草, 加了半袋糖半袋奶的热拿铁。 四,您听明白了吗? 啊,我明白。 这些事都是我干的。 不是,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四,我想说此时此刻我很疼。 你啥? 我很疼。 你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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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你的吧?你疼? 你疼? 你懒我干什么玩意啊? 再说我咋听你了, 你就疼啊。 哪疼啊? 四,您别乱看, 我是手疼。 你手咋的了? 我的手被您的脚踩到了。 不能够啊, 我这完全没有感觉啊。 再说你刚才误询询说半天, 你压根没踩这个字啊。 四, 我是稍作了一下形容, 说的是略过, 略过。 略, 略过? 嗯, 我看略啥样? 咱这上点是会不会呀? 我眼睛啊! 出来, 你全脱。 你翻过去。 你翻过去。 这疼啊? 这不是这疼啊。 那哪疼啊? 是这疼啊。 哎呀! 哎呀! 你这起个泡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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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吓笑。 不对! 哎! 不对老妹啊! 不对! 这猛着来捋一捋啊! 好比这就是刚才啊! 啊! 烟头掉这儿了。 那你是怎么捡的呢? 你是这么捡的呢? 还是这么用手往起夹的呢? 四, 我当然是这么捡的。 那你这么捡的, 我掠过你的时候, 那你应该是手背疼了。 那你咋手指都红了呢? 啊! 事情是这样的。 最关键的是, 您这烟掉在地上啊, 它没熄灭。 然后我这一捡, 您这一掠过, 嘶! 烫着了。 啊! 那就不是踩的了呗! 对! 你看看! 怪我吗? 死死的, 烫的。 四, 既然我们余总有您这样的朋友, 我也无话可说, 恕我打扰您的宝贵时间了。 祝您万事如意。 快站! 不是怎么的, 我看你的表情是不怎么快乐呀。 四, 我很快乐。 你摇头了。 四,我没摇头。 你摇了。 我没摇。 你摇了, 摇的而且是那么的无可奈何, 摇的是那么的对牛弹琴。 咋的? 我差事吧? 我素质差吧? 四, 我们余总还在等您, 您快忙去吧。 你不用等不等, 我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烦别人跟我吊销脸子。 四, 既然您这么说, 我还真就觉得您在这件事上, 素质偏低, 而且还相当的差事。 差的什么事啊? 嗯? 是我素质低的事啊? 还是你吹醒眼的事啊? 你! 首先, 你作为一个保洁, 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那烟头掉地下, 你就直接割手啊? 我! 他剪烟头, 龙共分六步。 一, 他时间看看有没有烟头。 二呢, 把脚踩上去。 三呢, 碾一下子。 四, 检查有没有生命迹象。 哎, 不是剪烟头。 六, 马辉, 这, 叫剪烟头。 四, 剪个烟头, 还这么多事啊? 废话, 烧的烧饼干还剩好几步呢? 又扭又站的。 不是, 你说说你们现在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 剪烟头, 都流行直接拿手嫩灭呗。 啊? 你这小姑娘啊, 用句难听点话说呀。 嘿嘿嘿嘿, 有点虎。 四, 您说您要不抽烟, 不就没有这么多事吗? 那你拦我呀。 我拦你了。 你抢烟头, 你夺火机, 你拨通领班电话机, 堵住大门不让走, 大嘴巴巴, 大屌皮嘛, 你得撤。 关键是你, 魅蓝猪。 哎, 余总, 啊, 没什么。 嗯, 我这边遇到个宝洁, 嗯, 有点一根筋。 嗯, 啊, 你问他怎么样了? 我看看。 有点不怎么快乐, 嗯, 啊, 没什么事, 就因为一个烟绸, 嗯, 啊, 我这边马上就过去了, 啊, 好嘞, 啊, 记得咖啡热一下, 老妹, 你看神气的, 老妹, 看我, 我下来。 你看啊, 我跟余总的关系呢, 大买卖买卖大, 啊, 你们酒店呢, 没有我的注资, 那就快黄了, 对不对? 那这么大的买卖了, 因为咱俩做点事, 犯不上, 是不是? 这么点啊, 这是搁一点意思, 这就是拉脑子了, 先生, 您这一百块钱是什么意思? 明白, 五千级, 就得武装, 啥的啊, 回去呢, 买个真皮手套, 好, 吃两块奥利奥, 再喷点云南白药, 搞一搞, 小, 你快乐, 快乐, 快乐起来, 我见到你们余总呢, 我拿钱我都不喝了, 我给你美颜半个小时, 你往上提一提, 提个领班啥的, 不比啥都强。 四儿, 我知道您的好意, 它问题不是钱的事, 你看看, 我就说不是钱的事吗? 是, 是不是钱的事, 四儿, 像您这种情况, 我真的想给你汇报上去, 您还得带着有关证件去前台办理罚款义务呢, 其实这个事很简, 不是, 罚款交多少钱呢? 五百到两千元不等, 他其实, 五百到两千元不等, 不给面, 四儿, 这是我们的制度, 啊, 它就不是钱的事, 好, 今天呢, 我就挑战一下你们的制度, 人家七星级酒店, 比你们多了, 先生不? 人家那规模, 人家那大唐, 人家那容纳人数, 啊, 那都让西烟, 你再找一个比那容纳人数还多的, 比他规模还高的, 还不让臭烟的地方, 我看有没有? 水利方, 鸟巢, 故宫博物院, 抬杠, 讹人, 四儿, 不是我讹您, 是我们酒店讹您, 不是, 他就不是钱的事, 四儿, 他这, 姐妹啊, 玩得有点low了吧, 啊, 你看人家正经碰瓷的, 比你高端多了, 你知不知道啊, 那看出飞驰的汽车, 咔嚓, 就往这一跑, 你知道这一跑, 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跟多大的魄力吗? 你再看看你, 哪个小泡, 嗯, 啊的, 还要讹我, 我看你这是年底了, 缺钱了吧, 四儿, 我不是缺钱, 我是觉得您这人看起来挺好的, 我就想让你跟我, 回你家呗, 咋的我人还得给你呗, 老妹我有钱, 四儿, 我没一家, 你找的老好了, 我也不差, 虽然说我这两圈有点烦的, 但你下手也太晚了, 四儿, 又绕犬子, 又晚了, 我就想让你跟我, 不可能, 道个歉, 啊, 嗯, 上你家, 您有点疼, 四儿, 我准备好了, 您请, 对不起, 对不起, 四儿, 将心比心, 如果是我踩了您, 您跟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行不行, 他关键不是, 不是你, 四儿, 作为我们服务人员, 他道歉的真正标准, 应该是原地站定, 脚尖微开, 双手支于裤线两侧, 以大腰带动胸椎的同时, 鞠躬九十度直角, 感觉到后腿内侧的肌肉略作为酸痛的同时, 深情, 并且口齿清楚地说出, 对不起, 这才是标准的道歉, 四儿, 不可能, 太复杂, 你这大过年是想玩死我是怎么的啊, 啊, 我看我那买卖也不用弹了, 咱明天再见吧, 啊, 我算明白了, 这就是你们余总安排的, 该咋办咋办呢, 你们余总指定是背着我有仁了, 有小破伴了, 哎, 不带我玩了, 啊, 你说我弹个满, 我都弹出花来了我, 就因为这个破烟头, 我跟你俩摆开了, 揉碎了, 跟你俩闹, 我坐火车, 啊, 二十多个小时, 我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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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们这儿, 啊, 到你们这儿呢, 钱, 钱不要, 人, 人不要, 拿铁没喝着, 还惹一身馅儿, 钱, 钱, 我不要了, 买那位不弹了, 但是你呢, 今天必须给我下岗, 你们余总要是半不明白这个事, 我明天我就告他违约, 在哪对局, 你不要罚款吗? 好, 啊, 你又大嘴带动凶追, 你又酷陷的, 你有两侧的, 咱俩做一票去, 罚款呢, 我交到最高, 欠我就是不到, 好话说不上三句, 活活人我有一套, 你这是在侮辱我, 我今天呢, 我就侮辱你了, 而且你还拿卡侮辱我, 哎, 不要开发票, 你干嘛, 啊? 这大白天的你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啊, 全人啊, 你再拖, 我给你嫂子打电话了, 四儿, 今天我脱了这身制服, 我也就不是我了, 那你是谁? 别问我是谁, 请与我面对, 我三分钟之内, 就让你流泪, 拿头, 来, 走你, 你把手伸出来, 把手伸出来, 让我踩你一脚, 让我踩你一脚, 你踩你一脚, 你踩你一脚, 让你踩, 你踩你踩, 沙总, 你也踩, 余总, 别来无恙啊, 沙总, 名不虚传哪, 余总见笑了, 我这就是让他企图快了一点, 可是失败了, 沙总啊, 来, 你收好, 啊, 那么余总, 请吧, 一路向北, 大球子吧, 我看, 不必了, 不是, 余总, 咋的啊, 真有小伙伴了, 啊, 我可提醒你一句啊, 你这属于单方面撕毁合约, 违约金可不费啊, 呵呵, 不是钱的事, 你, 跟我来一趟, 沙总, 中天一路顺风, 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没错, 没错, 没错,